大家好,我是班大师,欢迎来到本期大观战,来观战一下现在国服第一速散,小萌妹,遇到的是过客,大副教授并换邮差,那如果说上来,刚刚想说上来邮差不撞脸的话,这把军队还挺好打的,邮差撞脸啊,因为他这个点位还不错,说实话这个点位即便是个邮差,我觉得也能拖,这是一个双台邮差,这边一个翻版, 翻窗加速以后往哪里走,他没有选择往二楼走,他是选择再绕一圈,但这个位置再绕一圈,哦,懂了,因为这块板子没有用,所以说这边再绕一圈以后,利用这个板子,呃,丢伞封住位置,跟过来的话,这边放狗,预判狗,狗回来,躲掉,追上来,眼刀,刚才这边,其实我在想他,如果说, 第一波翻窗加速就往上面走的话,会不会更好一点,这样的话这只狗,哎,这只狗可能有更高的几率咬中,这边的素散了,闪脸刀带走了,可以可以,整个击倒的话,我觉得两边都能接受吧,毕竟一个邮差嘛,那你想怎么样的,我飞轮都没有带,对吧,我双弹,能拉拉距离就可以了,呃,球指这边的话,敢怎么来救啊,两个拨命吧, 教授的话,这边应该是,可能是个飞轮,我觉得,第一波的话,大副来救,怀表摇起来,走位,打中了,打中的话,这边甚至有可能要吃双倒的,捞下来,这边看,怀表,躲到,呃,素散也没有纠结这个大副,他选择就是正常球稳来打,因为为什么呢, 他这波只要能够把这个邮差留在这个点的话,下一波还有机会,我可以通过下一波防守嘛,对不对,我这边是个白魂,然后我手里面技能友好的话,下一波过来也不一定一定能救得下来,我只要听前能拦住这边的变化,不过变化是捡了一个教授的壳,那这样的话相对来讲,顶一个壳要好很多,就看能不能吸魂吸到了,这边的话,开吸魂, 勾怎么交,交勾吸魂,好的,吸中了,还是吸中了,第一时间,这边我们可以看到,刚才那个位置大家可以调视频回去看,变化那个位置不太好,去交勾,没有什么可勾的点,他挪了两步以后,等到可勾的点,其实时间上面来讲,最多吸两秒钟,这个差很多的,后面再补,吸上了,那人没救下来,所以说这把还是通过防守,前期的一个比较舒服的开局,加上一个成功的防守,把这个局面稳住了, 稳住的话,我们算算看,有没有机会能盘一个三人开门战的,目前来讲的话,机子差的似乎有点多,而教授不知道有没有薄命,教授有薄命,我觉得机子也不够啊,这边再开个吸魂, 他想把这个壳给骗了,骗了壳以后再开吸魂吧,应该是,其实我觉得第一时间开吸魂会不会更好一点,这一手,还有一个摇灵呢,那是卡半救下来,但是教授倒,教授倒完以后,这边板子破掉有摇灵,我人挂上吧,你两个半血,怎么的呢,机子又不够, 还是拿下了,但从结果上来看,刚才那波先吸魂会不会更好一点,吸完魂以后再打刀,首先你吸魂以后呢,至少他这边,这个壳都不太好浇,然后人的话呢,估计没办法卡半救下来,再丢伞变黑,人一定是过半的,一个10,好的,找好角度一刀, 卡机,看一下大副这边,来不及,这个,来救下这个教授也没什么用了,也没什么用了,有闪现的,这边的话,怀表摇一手,怀表摇一手的话,可以救下这个人,怀表摇了可以救下这个人,一个摇灵,利盼走位,但救下这个人,我怪一手, 那直接挂飞,挂飞以后,看看要不要硬追一个4,硬追一个4的话呢,这边就是管病患,不,不管病患,然后抓这个大副,抓完大副以后,回身过来找这个病患,有闪现,应该是一个闪现蓄理刀,3,2,1,闪现蓄理刀,哎呦,我去,我可,预判到了,我上帝是想看他那个样子,感觉要叫闪现蓄理刀, 过客这边应该也是,猜到了,你可能会这么玩,但是,毕竟人家是二阶的一个速散,你是一个,啥都没有的大副啊, 这边病患,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吧,毕竟是个白板,毕竟是个白板,直接丢伞过来位置排准, 一个摇灵应该就带走了,挺难的,这把挺难的,这把的话就是,他们是一个最难开局,如果说油拆不被找到, 我觉得这个开局,穷者很好打,大副也好,病患也好,教授也好,都没那么好抓,而且这个教授还是一个飞轮,应该是, 哎,这还救起来有个搏命,这,这就是顶尖求生者的一个韧性了, 你看到就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,对吧,你这边虽然说,赢是肯定赢的,但是,我还是要给你找点麻烦, 这边他卡住,然后又训练压住,来,我们穷者视角来看,这个点位一定死,玩,来, 终究是会被这个大长刀给压制住,来吧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